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赖赖居包工头艾玛 下半年大家不要以为我在偷懒 有好几个改造项目都各自持续了超过半年那么久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 说起来这样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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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哭泣 天天都那么忙 但是一条日视频都没有放 真的是好事多磨 现在基本上都搞定了 简奥就会给大家发露窝 接近年底 我为了慰劳依稀的小伙伴们的辛劳 决定将一个办公室改造成娱乐室 这个旧办公室荒废了一年 已经成为了一个仓库 太浪费了 我来采访一下大家 看看大家理想中的娱乐室是怎么样的 肉头肉头 你希望娱乐室里面有什么呢 有吃的 看电影吧 特有踢足球的地方 给你一个足球场好吗 好啊 真的是摸鱼啦 剪片压力道 给自己去打一架游戏什么的 你喜欢玩什么游戏机 我喜欢玩PS 然后想问一下公司买的是哪一部电视 因为我对显示器要求很高的 你想要什么 最好是索尼的 因为游戏机都是索尼的 不买索尼的话我肯定辞职 可以跳窄舞吗 跳吧 我忘了 我又忘了 你再进来五秒钟 我又 我好难过 为什么我看着Emma我就会忘记 好吧 我就给大家改造一个梦想中的影音 娱乐室 娱乐室的前半部分是用于影音游戏的用途的 现在墙面都是硬硬的 到时候音响出来的声音遇到墙壁就会各种反射 就显得很吵 所以我准备在影音区的侧面的墙面上 安装一些吸音棉 另外一面是玻璃墙 我就安装后窗帘来达到吸音的效果 吸音的重点是两个侧面 前面的墙不一定需要 除非两面没有做吸音 电视这边才需要贴 虽然不是极致的升血设计 大家都可以将这边的电影还有游戏的声音质感提升不少 吸音版有聚质纤维或者聚氨质海绵 前者的色彩选择比较多会比较好看 后者是完全开孔式的结构 吸音效果稍好一些 两种都OK 我手上的是聚氨质海绵 但是大家挑选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密度还有环保性才可以买哦 还要买添加了祖然剂的防火吸音棉哦 我们没有隔音的需要 所以就不花钱另外做隔音处理咯 隔音需要另外打龙骨 塞隔音棉才可以 我一开始想着买不带杯胶的 然后在每一块的后面贴几个泡沫胶 这样到时候撕除就比较轻松 但是呢后面我贴的时候就发现 根本就粘不住 那如果大家听了卖家的鞋 去用双面胶贴的话 那就更粘不住了 最后我发现了一个不伤强的好方法 先贴上美纹纸 再将魔术贴贴到盒纸上 然后用热绒枪在吸音棉上粘魔术贴就好了 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必须要点击收藏呀 通常买吸音棉的时候 你还看到卖家标注隔音两个字 很多粉丝问邻居很吵 能不能墙上贴这个来隔音 我就测试给大家看看 试一下在室内里面开大声音 看一看怎么样 在我们安装吸音墙之前 我们现在先去邻居那里 看一下那个声音有多大声 我们的邻居这一边很安静 是一个影棚 这就是我们的娱乐室旁边 那个音乐我们还是不够大声 要不要找个人在旁边喊一下 噪音就隔了一丢丢丢 没什么用 所以大家不要信了卖家的鞋 跑去买一大堆 贴满家里面 想着用来隔音窝 还有娱乐室里面 都要放一个灭火器 改造方法千万条 安全永远第一条 因为电视和Soundbar都是安装在墙上的 电视背景墙就不怎么会有反射回声的问题了 所以我就不安装吸音棉了 我将电视背景墙这边刷成深灰色 我选择深灰色是因为对于影音室来说 深色的墙可以将室内的光线反射降到最低 你看电影院的墙面 通常都是非常深的颜色的 这样在看电影或者玩游戏的时候 就是最佳的享受 我已经在索尼官网预约好师傅上门安装了 我选的这一套音响 是可以跟Bravia店是无线连接的 这几个环绕音响的线 就不会跑到满屋子的去了 这个Soundbar本身就自带全景声效果 然后这个是低音炮 再搭上这两个后置环绕音箱完美 我总觉得这里需要有一个月球茶几 肯定会很酷 但是希姐家刚好有一个差不多的茶几 不要了可以拿来用 总不能浪费了还要花钱去买个新的 我觉得我可以试试画一个 我没有学过画画 就不敢直接在上面发挥创意了 其实可以画在透明的防水桌布上面试试 大家请给我点赞支持一下 不许笑他丑哦 谢谢 爱你们 么么哒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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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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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负责撕背胶 一个负责刮瓶 如果墙面情况原本比较差 要慢慢小心边贴边刮 因为一旦出现气泡 是没办法像贴柜子那样撕开重贴的 因为黑板贴会带起墙皮脱皮 重新贴的时候就会起疙瘩 会吓死密恐 并接的地方需要重合三公分来贴 避免出现缝隙或者后期跳边脱落 测试证明黑板贴用来贴墙的话 其实比刷漆麻烦 我们办公室墙面质量也比较垃圾 三天后顶部已经变成这样了 原来房间里面的桌子 是5厘米厚的实木桌子 一直不舍得扔掉 那就改造一下成为我新的吧台桌吧 定制一个新仪的灯箱呢 最便宜都需要两三千块 我觉得呢可以用中秋时候的DIY灯笼材料 来DIY灯箱才一百块钱呢 我们来试试吧 灯笼DIY材料可以成套淘回来 大概15到20元一个 首先呢将竹棍用三通扣连接起来 然后用双面胶贴上油纸 用扎带和木棒将灯笼连接起来 用黑色美纹纸贴边刮 最后将打印好的字母作为模板 贴在木皮上采出木皮字母 然后用双面胶贴在灯笼上 放入LED灯带 屋顶打两颗钉 用绳子挂上就好了 点赞过两万发布下一条 超火配音小姐姐的红木出租屋大改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咱们的新的娱乐师还满意吗 满意 胸东满意 特别是这条鱼 就喜欢零食区 因为看上去就很有不古小脉步的感觉 那我们的新的娱乐师满意吗 非常满意 然后要是能有按摩的话 那就更好了 寄工一号上 来 寄工一号问你服务 来 这个力道可以吗 舒服 再大力一点 好的 垂死他 可以 可以 对我们新的娱乐师还满意吗 挺满意的 就感觉公司多了一个休闲的地方 就现在也不着急回家 以前一下班我就想赶紧回家打游戏 但现在我就想说在公司打就行了 而且这里有个沙发挺好的 可以在这里睡 对 还可以在这里睡 然后这个电视的话延迟又很低 就感觉很适合玩游戏了 就我都想给我自己加买一台 你就千年的PS老手说的话 对对对对 但是希望公司可以送我一台PS5 我们周末都不用去电影院了 就约这儿 影院画质 杜比音效 零食水疤 奢华软包 而且还没有别人可以在里面睡觉 再来测试 这次的改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